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部连的频道 我是连长 这一期我们要来谈的是台湾的主力战机 F-16V 经久不帅的F-16V是战损家族里面的最新改进的型 它代表了额标第四代单发中型战机的最高水平 它就是F-16V 是一朵在F-16这颗不朽的老树上面开出的鲜艳的鲜花 还有台湾军方选择了F-16V作为自己未来的主力战机 这一款号称究极战主的战机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越来越多的进入我们视野 下面那我们一起来揭开F-16V神秘的命纱 从挂载航电机动性的角度 以及通过其他先进四代拜单发战机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款战机到底有多厉害 首先那我们对台湾空军F-16V的以后来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台湾军方在本世纪提出了引进150架的F-16V 经过中期严肃升级的F-16AV型战机 这些飞机虽然名字叫做F-16AV 但是也有经过中期的严肃升级 实际上性能和F-16CD相似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于是台湾军方开始左手寻找这一批飞机的替代者 在求过F-355门的情况之下 最后乔印F-16V作为自己未来的主席战机 除了最开始的F-16V将与原先的F-16AV升级而来之外 另外还会全新采购66架F-16V 并且在2020年之前交付完毕 F-16V又称F-16BLOCK-70 就是第70批次 也就是最新批次的F-16战机 F-16V是F-16EF 古经典机型的最现代化的改进型号 相比于早期的F-16 除了机体气动外型没有办法太大的改变之外 在航电、发动机等内容都发生了翻天入地的一个变化 综合性能更是比早期的F-16不可同日而言 首先最重要的升级就是在航电方面 F-16V采用了先进的APG-83相控阵雷达 这个雷达是F-35上采用的APG-81雷达的性能缩水板 使用了大量的APG-81的技术 可靠性是传统脉冲或PLU雷达的3-5倍以上 泰测的方位可打正负60度 它还能够自动进行目标的分类 可以同时提供超过20个空中目标 是一款非常强烂的机用火控雷达 在座位显控系统上面 F-16V使用了标准的玻璃化座舱 从原先F-16两台单色显示器升级为两个彩色高分辨率的显示器 同时在座舱中央增加一台大型多功能显示器 可以综合显示各种战术讯息 大大的减轻了飞行员的负担 作战能力成倍的提升 先进航台系统的应用 使F-16从四代改进行要升到四代半的最重要的一环 再来说说机动性 F-16从诞生之日起 就是为了格斗而升的能量战斗机 具有与生俱来的优良机动性 甚至有爆料称 F-16在北约内部演习之中 在近距离的格斗科目里 极落过F-35战机 由此可见F-16的强悍格斗能力 F-16V计划采用新型的F-110G-132改进行发动机 最大推力增加到29500磅 F-110-ES-132发动机 是F-110发动机的一个指向 它首先是用于出口到阿联酋 这款发动机是一台非常优秀的航空发动机 它的配备是F-16V 可以在增加诸多设备和空中的情况之下 最大程度的保持机动性 基本上不受影响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 新型发动机的配备 是F-16V可以额外加装四型油箱 大大提高了飞机的航程与作战半径 在武器挂载方面 F-16V总共有两个翼间 6个机翼 3个机腹 总共有11个挂架 总载弹量约为7.8吨 可以使用各种美制的先进弹药 如AIM-120 AIM-9X 第四代响管舌飞弹等等 挂载能力和多用途的能力 在同级别中可以说是属于上层 F-16V是一架非常好的单发四代半战机 在各个方面 最低就达到四代半战机的主流水准 所以在服役占了20年都不会过时 我会说是属于上层的主流水击的主流水击 我会说是属于上层的主流水击的主流水击